即将送走兔年迎接龙年 先议员杨华美在过年前举办了创意春联书写 其乐隆隆的亲子活动 3号周六上午10点将在主权礼社区活动中心 邀请了三位书法老师为相亲辉豪 也邀请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拿毛笔创作自己的特色春联 即将送走兔年迎接龙年 由华联县议员杨华美主办第五届的创意春联书写 其乐隆隆亲子活动将在3日周六上午10点 在华联市主权礼社区活动中心举行 今年邀请华联县华德福教育学会和华联县清晰新闻艺学会 共三位老师现场带来版画和书法辉豪 这个星期六2月3号早上10点 我的服务处我们会在主权社区活动中心 办理一个创意春联书写的活动 主题叫做其乐隆隆 非常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创意书写的活动 现场我们按照这一次的写春联活动 已经是我的办公室办理连续第五年 所以我们还是邀请到华德福的高敏英老师 还有谢富林老师来带小朋友亲子的版画 春联版画 然后清晰的曾渊凤老师会在现场辉豪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求字然后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曾渊凤老师呢 也欢迎大家民众可以拿你想要的这个春联的字和句子 然后现场请老师帮你写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非常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一起来 那我们连续第五年的这个活动 我们在不同的社区版 早期两年我们是在民校里的民音社区 那后来也曾经在国风社区 那今年就来到了主权社区 那非常希望各种各种不同的家庭长辈都有机会 有时间的话2月3号早上10点 然后我们一起来写春联 想要春联的民众都欢迎至现场索取 当天除了郑宋清晰新闻医学会 曾渊凤老师的书法春联 也可以现场请老师提字赞字 另外也准备40份纪念品 送给参与辉豪的孩子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有兴趣的家长不妨提早网络报名 带着小朋友一起创意辉豪 共度亲子时光 记者长邦彦华林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